人们都说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肯定站着一个女人 这句话 确实是有道理 李世民 这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就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女人 长孙皇后 古人经常会用 母仪天下这个词 来形容皇后 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 她的修养 德行 智慧 才情 气度 仪容 都应该成为 普天之下 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 我们却不无遗憾的发现 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 实在是料若晨兴 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好皇后中 长孙氏 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 她是一个绝对称得上 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相当一部分的女人 在这方面似乎也不慌多让 所以才会有哲人说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 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 一旦得到权力 自然就会得到一切 而在女人看来 一旦征服了男人 自然就会得到权力 中国历史上 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 相信都会对这句话 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 在长孙氏的身上 却不太适用 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 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他唯独热衷的事情 只有一件 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 不难发现 长孙皇后的身上 最值得后人去称道的 第一个优点就是 尽力辅佐 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 还是秦王妃的时候 就在政治上 为李世民提供了 很大的助力 当时李世民 正和太子秦王斗法 在后宫这条战线上 显然是处于下风的 于是长孙氏 便孝氏高祖 功顺平非 尽力弥逢 以存内住 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敌 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而玄武门事变当天 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 一起站在了第一线 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 更坚定了李世民 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 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 一起目风至雨 同生死共进退 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 对长孙氏更为的倚重 时常想和他讨论朝政 可长孙氏却说呀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妾妇人安敢欲闻正事 李世民坚持要和他讨论 可是长孙氏是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 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 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 很多朝代的衰亡 都和外戚善权有直接关系 比如两汉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长孙氏从小是在舅父高世连的影响下 熟读京士 自然会对此身怀借鉴 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 当李世民准备着生长孙吴继为宰相的时候 长孙氏是极力劝阻 他对李世民说 妾即脱身子宫尊贵已吉 是不愿兄弟子侄不列朝廷 汉之屡获可为妾谷之介 特愿圣朝勿以妾凶为之载 可是李世民不听啊 执意任命长孙吴继为上书又仆社 兼吏部上书 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 默认了这件事 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 他那先前的劝阻 只不过就是一种欲拒还迎 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啊 赵书一吓他 他私下里立刻找他兄长 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 长孙吴继没办法 只好向李世民是一再请辞 最后搞得李世民很无奈 只好改受他开府一通三思的这荣誉衔 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 叫长孙安业 比他们兄妹要年长很多 是一个嗜酒无赖的顽固子弟 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 他们的父亲长孙盛王顾 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 让他们去投靠旧父高士连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 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 日后居然是飞黄腾达 一个成了帝国宰相 一个成了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 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 长孙是德士之后 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 反而是以德报怨 屡屡让皇帝对他是后驾恩礼 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 这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惭愧和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十二月 他居然安将仇报 丧心病狂参与了一次未遂的政变 把自己推向着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意志的历州都督 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 暗中联络右卫将军刘德玉和尖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 与他们互说服命 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 不料未及行动 他们阴谋便全盘败露 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 当即是一网打尽 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 毫无疑问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 任凭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了 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要救他一命啊 那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长孙皇后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 绝不是简单的出于妇人之人 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的 他流着泪 对李世民说呀 安业之罪承荡万死 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 如今一旦将他处以畸形 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 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伤害呀 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 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 将他流放眷州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 我们不难发现 长孙皇后的身上 确实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 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 以德报怨 这足以表明他的善良和宽容 其次 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 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 长孙皇后能再次替他求情 这就不仅仅是善良所能概括的 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 一种顾全大举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 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 那么善于对他进行复凿的良工 绝不仅仅只有魏征一人 除了朝中很多善见的大臣之外 在后宫 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 进行归鉴的一大良工的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征那次 我们就已经领略了 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 那么下面的这则故事呢 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 喜欢的不得了 他就命工人好生的饲养 没想到刚养了几天 这匹马突然是无病而暴死 李世民不然大怒 立刻下定要杀了这工人 为了区区一区马而杀人 这显然有损李世民的明军形象 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鉴 这一次呢 他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 并不直接触鉴 并不直接触鉴 而是给李世民呢 讲了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什么呢 是说的春秋时期 齐景公也因为这喜爱的马死了 要杀养马人 当时的三朝老臣燕子 就指着那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 他说呀 你犯了三宗罪 你知不知道 第一宗罪 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 第二宗罪 害得我们的国军为马而杀人 那百姓听说了 一定会骂我们的国军不仁呢 第三宗罪 四方诸侯知道这事 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的呀 等燕子骂完这些话 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 一句话没说 就把那杨马人给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 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呀 陛下肯定从史书中 读到过这个故事 莫非是把他忘了 李世民听完后 反应和齐景公事如出一辙 马上赦免那工人了 类似这样的劝谏呢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 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 难免就会迁怒工人 往往因为一些小事 就治他们死罪 而长孙皇后却总是装出一副 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 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工人 交给他 由他处置 然后皇后呢 就把他们暂时的拘押 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工人 给暗中保护起来 等过一些日子 李世民这气也消了 长孙皇后再慢慢分析 各种道理给他听 证明那些工人 其实是无罪的 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 由是功夫之众 行无忘乱 正是因为有长孙氏 这样的贤内众 屡屡帮李世民 矫正错误 弥补缺失 所以李世民 才会颇为感慨的 对房玄龄说 皇后庶世相起握 极有利益而 很显然 由长孙皇后和魏征 这一内一外 两大良工的 斧凿和敲打 李世民这块 旷石中的金子 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皇后 在后人的心目中 之所以能够成为 皇后的楷模 李世民夫妇 之所以能成为 历史上著名的 模范夫妻 其主要原因 不仅是长孙氏 能在政治上 尽力的辅佐李世民 也更是因为 在生活上 他们的抗力情深 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是在 贞观七年 李世民患上的契级 将近一年都没痊愈 长孙皇后 一直守护在 李世民的身边 日夜悉心照料 由于担心 李世民的病情 不能好转 所以此时的长孙氏 做了一个 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把一包毒药 藏在衣袋中 他对亲近的侍女说 皇上 若是有什么 三长两短 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 长孙氏自己 其实是抱病 照顾李世民的 因为他本人呢 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这个契级 贞观八年 张孙氏陪李世民一起去九成功避暑养病 有一天到下半夜 柴绍等人突然上山 向李世民报告了一件突发事件 李世民大为震惊 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 询问事情 详情 张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 立即是带病跟随 左右极力劝阻他 但是张孙皇后却说 皇上如此震惊 我岂能心安呢 或许就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 感染了风寒 再加上紧张和焦虑 张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 从此是一病不起 太子李承前向母亲建议说呀 所有该府的药物都服过了 您的身体还是没好起来 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 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 也许可以得到名府庇佑 张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 生死有命 不是人力所能改变 若行善一定有福 那我从没做过坏事 又何必担心呢 若行善无效 何福可求啊 大赦是国家大事 而福法是异国之教 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注意 何况皇上也从来不信这个 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 而乱的天下之法 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 那我还不如诉死 可是李承前 没听他母亲的话 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 肯定有效果 但是又不敢上座皇帝 只好私下里去找房玄龄 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 李世民觉得 这也未尝不可一世啊 于是就准备要大赦 长孙皇后得知之后 是极力反对 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六月 长孙皇后重病不治 在密留之际 他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的一些遗言 第一 要求启用方玄龄 玄龄是陛下酒 苟无大顾 怨恶弧弃之 第二 再次强调 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 慎恶处置全要 但以外戚 凤朝请足矣 第三 要求博葬 愿勿以丘龙劳废天下 但因山为坟 弃用瓦目而已 第四 最后的谏言 愿陛下亲君子 袁小人 那中见 并禅特 省作义 纸犹田 且虽 墨于九泉 成无所恨 讲完这些 长孙皇后取出了 一直藏在一带中的毒药 最后说了一句 臣妾在陛下 卧病着那些日子 发誓一死跟随陛下 绝不像旅后那样 六月二十一日 长孙皇后 崩于立正殿 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 曾编转的一本 有关古代妇女 言行得失的书 共三十卷 名为女责 但他只是将其作为 自己处身立世的准则 并不想依此博取生育 所以一直叮嘱工人 不要告诉李世民 直到他去世之后 工人才把这本书 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赌物 私人 悬然泪下 悲痛不已 他对近臣说 皇后此书 足以垂犯百事 朕非不知天命而无义之悲 但入宫不复闻规贱之言 施以良左 故不能忘怀而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长孙皇后的早事 对李世民而言 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晚年的李世民 在政治和生活中 犯下了许多错误 未能够做到慎重如实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外无未争的范言之见 内无长孙皇后的 时已补缺 假如长孙皇后 能伴随李世民 走得更远一点 乃至共同走完 人生岁月 那么我们似乎 有理由相信 李世民千古一地的形象 一定会更加的完美 而贞观的历史 也无疑会 更加璀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